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重复了一遍内容 她说有人告诉她是杰妮在散播这些谣言 但是杰妮还是当大家的面拒绝了承认这件事情 接下去老板让听过杰妮散播谣言的人举手 但是却没有人举手 之后又进行了秘密投票 每个员工可以对是否听到过杰妮散播谣言 在纸上回答是或者不是 秘密投票的结果有两个人承认自己听过杰妮说过谣言 而其他人都否认了 但其他员工离开后只留下了杰妮和老板 最后杰妮在老板准备好的辞职信上签了字 收好了个人物品 离开了公司 然后杰妮这件事情直接把老板告上了Fairwork 最终结果是Fairwork判定这家公司老板要支付给杰妮40940澳元 也就是六个月的薪资减去已经支付过的三个礼拜的notice部分 原因是因为Fairwork认为这种解雇方式是属于constructive dismissal 是不公平解雇的一种 是员工在没有辞职意向时被迫离职 那主要原因有这两点 一 在事件的一开始老板不公正的认定 杰妮应该对这起谣言负责 然后进行设计全体员工的羞辱性投票的过程 如果这位老板对谣言进行了仔细公平和公正的调查 并最终能确认杰妮是散播谣言的人 那么解雇就是可能是正当的 第二点 杰妮在不良情绪下被迫接受辞职这件事 是因为她没有机会对整件事件有足够 并且合理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和解释 并且她的老板对这件事情不恰当的处理方式 导致了杰妮产生不良情绪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Fairwork认为她的老板设计好 提前准备了自治性是不合理的行为 看到了这个案例以后 我们也是咨询了有关做Employment Law的这个朋友 关于类似情况他们给了三个建议 第一 要想尽办法尽快制止和澄清谣言 不要让更多的负面影响公司的文化以及同事工作的状态 第二点 独立进行调查 谣言设计里的当事人应当远离调查流程 因为他们参与会导致调查结果有偏见 公司应当安排一个人力资源代表 或者独立第三方对公司的谣言进行调查 第三点 要妥善处理结果 如果造谣事件通过公正调查做实 应该由书面的形式通知造谣者 并且给这位员工书面的解释机会 最后根据公司流程和制度律师的建议 做一个对公司利益影响最小的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支持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